好 我現在開始了 好不好 我今天第一個topic講的就是 你知道我每一次facebook live都給你一個property market的update 我前幾天就share了一個report by一間公司叫zoopla zoopla就是一個online的advertising agency 如果那些人要買樓 就是賣樓 sorry 就是sell through the estate agent 它就登上去那個網 所以它是一個consolidator 它在全英國應該是第二大的 最多人去看就是rightmove 第二最多人去看就是zoopla 所以它都很有代表性 可以這樣說嗎 也很有代表性 那它就出了個report 那你們如果還沒看呢 你可以回去看 那其實那個report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說英格蘭開了一個月的市 反而呢 反而呢 升了 那你們很多投資者可能覺得 喂 英國經濟不好喔 covid19喔 失業率接下來會高喔 為什麼還會升呢 那升了其實就2-3%左右啦 看看你哪裏啦 那這個是average的 升了 那升了呢 在這個 那個原因呢 就因為呢 升了是跟什麼比較先 跟疫情之前那個compare 因為為什麼呢 基本上3月沒有什麼transaction 4月沒有什麼transaction 應該說4月完全沒有transaction 5月呢 都沒有什麼 6月才有 是吧 就是5月才開始嘛 那其實呢 就有些paint up demand 我們有paint up demand 那因為你停了3個月的市場 那所以有一浪 那這個呢 如果有些人玩股票呢 香港人說是不是 好像我們英文叫fall stone 就是其實不是真正的市場來的 那它要這個消化了 那如果你看那個report呢 他們說法呢 就是 expect property 最低最低會跌16%左右 那應該下一年 下一年才會 年尾啊 才會消化了 消化了那些東西啦 因為英國政府呢 做了很多措施去託市 做了一些 你知道啦 做了 怎麼說啊 就是有mortgage holiday啦 還有drop了個利息啦 有furlough scheme啦 就是它老闆不用炒你啦 就是政府出糧啦 跟著如果你做小生意呢 就要借錢啦 跟著有些小生意呢 有qualify些津貼啦 一些grants啦 都很多錢的 一萬英鎊啦 因為如果有些人有店鋪呢 我沒有啦 我沒有entitled 有些人有店鋪呢 那呢 就 就是entitled to 一萬英鎊啦 grants grants one-off grant 那如果你不entitled這件事呢 個個小生意呢 基本上都entitled去借錢 based on你的turnover 所以呢 政府做了很多措施 那呢 就變了呢 其實那個pain 是推遲了的 推遲了的 他們說應該下一年年底呢 那如果你想一下你本身的生意 是弱的 你遲早都會 遲早都會掛路塵的 如果你的生意是強的 或者covid是沒有影響的 只不過是停了三四個月而已 那你遲些都會pick up 或者recover回生意的嘛 所以那個pain是推後了的 所以那你們可能會問啦 那Johnner我是不是應該等到下一年底 才買呢 那我自私一點點啦 當然是不要這樣啦 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年底才買 我就一年都不用做事 那是不是在這段時間是沒有bargain呢 不是 不是沒有bargain 都還有 只不過呢 可能 就是要找 就好像我這樣去source些筍東西給你 那就是 如果那個市好呢 就難些去source給你 那如果遲些 那個市是黏些的 那那個discount又會大些給你 還有可能又容易些給你 應該是這樣說啦 我覺得 OK 所以 so far有沒有問題啊 明明那個 那個 現在那個finance 那個 sorry 那個property market 那個情況啊 記得喔 英格蘭 和蘇格蘭 那個 那個樓市呢 是分開開的喔 就是 英格蘭已經開了整個月 蘇格蘭呢 昨天才開 昨天才開的 所以 太早了 沒有data 大家清不清楚啊 這部分有沒有問題啊 如果沒有問題呢 我才move on 給我一些indication 我找字典喔 那個字典呢 我給你們看啦 我昨天呢 就online去check 劍橋 大學的地點 字典 那它說 risk呢 就是the possibility of something bad happening OK 其實是一個percentage來的喔 possibility 是吧 probability possibility 就是講的是percentage 是吧 那這個 當然 那個percentage 越大呢 就越沒有啦 那個risk 是吧 越小呢 就越好啦 那 沒有什麼可能是零的嘛 是吧 沒有可能是零的嘛 所以那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想 get as close to零 as possible 是吧 OK 那我們再move on 去講下一件事呢 你都知道呢 那個risk呢 你知道這個是Warrant Buffett 是不是 大家都認識Warrant Buffett 那你都聽我說過 你們如果跟我的人呢 那這個人呢 就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資者 那其實他define risk呢 就是說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呢 這樣才會危險喔 如果你知道自己做什麼呢 是不危險的喔 他是這樣說話的喔 那呢 我自己interpretation呢 就是說 risk呢 就等於control 你有沒有control 如果你好像駕車那樣 你自己駕駛盤呢 你自己駕駛那個Wheel呢 那你不覺得你是in control呢 那你是不是覺得那個risk是低一點喔 那有些東西你不可以control 你駕駛多快啊 你怎樣扔彎啊 這些東西你可以control的嘛 但有些東西當然是不可以control 就是天氣啦 是吧 突然間下雪 突然間有人在路那裡走出來 前面那個人急殺 這些東西你控制不了的嘛 你只可以控制你可以控制的東西的嘛 是吧 那 那還有一個idea呢 就是 有些人覺得某些東西是risky 對可能 某些人不risky喔 就好像有些人吃得辣的 嘩 吃辣椒仔都很甜啊 這些辣椒 有些人碰到一下呢 嘩 好像我那些鬼佬朋友那樣 是吧 一碰到辣呢 嘩 好spicy啊 John我頂不住了 OK 所以每個人的風險的tolerance 或者level呢 是不同的 是吧 那 那 那 其實呢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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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risky 呢 就是看你的技術咯 你的技術越高呢 那個風險 就是你越多東西可以控制到 或者你understand怎麼控制呢 你就越低咯 是不是 那我給你一個analogy 就是我先回去 好像 剛才用回駕車那個概念 那如果你駕車又落雪 又交通又很多 又什麼什麼 那你駕車和 好像Louis 你可能駕30已經覺得 很難控制了 那如果那個司機呢 一模一樣的駕車 一模一樣的駕車 那司機轉了 轉了大家都知道是 誰是Louis Hamilton 駕F1那個 是不是 那呢 他是 他是世界的冠軍來的嘛 駕F1 我想他 他 他會覺得30萬的太 沒有risky的 他駕50呢 都可能很comfortable 這樣去控制 所以呢 不是那駕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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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人的問題 可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呢 如果我們用回這個analogy 在property OK 不是那個property 是問題 是那個人 去怎樣invest 在那個property 去manage那個property 那個風險 就在那個人那裏 OK 那市場 大家不能控制 就好像那駕車一樣 什麼天氣 沒有得控制 這個analogy 我希望你們會明白 這個analogy 明白嗎 如果明白 我move on OK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些人我聽 我跟很多投資者談的 我現在每一個星期都有人找我的 可能你們的朋友介紹我 或者他在facebook欺負我 我經常都聽這句的 很多armature的投資者 他就說 我想分散的風險 分散的風險 就是我要可能在哪裏已經有物業了 我現在又要在 我不想全部買在這裏 那其實呢 是 according to Warren Buffett 就是 因為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做什麼 才要diversify的 OK 其實diversify好像一個insurance policy 如果你要財富的 你要specialize的 你要集中的 你不是要diversify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好像我本人那樣 我是specialize的 that's why我只是投在Glasgow 我只是做些 大部分呢 全部都是做些 cash flow的investing 你們都有聽過我 那些cash flow的investing 是不是 所以that's why我是specialize 我不會突然間又頭痛 又去愛丁堡買一下 Glasgow找不到些deal 我現在又要去英國買 暫時是不需要 我因爲呢 就是我那個 那個深度 還未夠 我還可以 還可以深一點 到我差不多的時候 喂 閉上眼睛都可以的了 那我就可能去diversify 做另一件事 是不是 那right now呢 就是concentrate on那樣東西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 如果那些投資者跟我說 喂 阿松我要diversify 不要diversify 你specialize 因爲你什麼都不懂 你diversify做什麼 你反而有一件事specialize 了 你可能說 哎呀我不想所有雞蛋放這個籃 去做另一件事 那這個keyword呢 就是smart investor OK 那個investor 大家都是investor 有些是armature 有些是professional 有些是smart 有些是dumb 我不想用那個字dumb 或者叫unsophisticated 就是不夠education 不夠educated的investor 我不是說你dumb investor 就是說你很蠢 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呢你對investing 不夠education 那我的difference 跟別的人呢就是我想educate你們的 那anyway 那我們呢所有的invest smart的investor 不是普通的investor 要明白 finance ok 那有幾個keyword 有幾個key definition 第一件事呢 就是 大家有沒有聽過gearing 有沒有聽過英文這個字gearing 給我一點indication 又要check check一下你們聽不聽到我 給一點點舉一下手 或者whatever 有沒有聽過gearing 如果有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其實是什麼來的 gearing 給我一點indication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們 有沒有啊 ok 那我 move on 如果你沒有聽過gearing 那你們就要留心了 ok 留意了 那呢 我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問題的 阿John 我不是 我 我的 有沒有聽過leverage Leverage Leverage No idea what gearing is Wow No啊 那 Leverage 有聽過了 Leverage 有聽過了 那呢 其實這兩個principle 都是 都是 差不多一樣的 ok 一樣的concept similar related的concept 如果你有聽過leverage Leverage 就很簡單 好像搖搖板那樣 你呢 就用很少的力 你可以 就是用一個好像leaver 那樣 就是去叫 好像開罐頭那樣 你去叫那個罐頭 那它就 你少一點的力 因為有那個leaver 就可以開到那個蓋 那個叫 Leverage 英文呢 related的 那 越高的 Leverage 就是說你 越 少力 那你的gearing 就越高了 ok ok 那gearing 就是說你要 apply 多少力 去 generate 多少力 你放多少 如果你有些人是讀過physics 你落多少 force 跟著呢 它magnify你的 force 多少 ok 那其實它呢 那個purpose呢 是 其實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想 做多些東西 用少些東西 那如果在 在投資來說 就是 想 做多些東西 做多些投資 就是用少些錢去做多些投資 OK 我剛才用那個example就是 開 就是 拿去的東西來叫那個 就是那個蓋 那 那 現在是用錢了 但那個concept是一樣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達到這件事呢 你都有聽過那個concept 就是借力 是不是 那在投資呢 就要 叫做opm opm呢 就是other people's money 用人家的錢 什麼要用自己 用了自己的錢呢 用人家的錢 那就是finance raising finance ok 那 這樣東西我要 opm這個字呢 是other people's money 那other people's money呢 有很多地方來的 那 那 types of opm 那 不如這樣吧 我不講 那些東西 我想聽一下你們 那你們知道 opm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有什麼 有什麼 什麼是屬於opm 啊 可不可以講一講啊 please 就是打點東西給我啊 打點東西啊 打點東西啊 有幾多 有幾多opm啊 如果你要去借銀子 可以去哪裡借啊 loan 什麼loan啊 什麼loan啊 什麼loan呢 什麼loan都很重要啊 因為loan其實是等於opm types of loan而已啊 我知道是loan啊 personal loan 是啊 good了 remortgage 這個又是一種loan啊 還有什麼loan 是啊 OK bank loans Lina 什麼類型的bank loan啊 OK 就是mortgage 你說 michelle就是mortgage OK 那還有沒有啊 還有一件事你們miss了 還有一件事你們miss了 有兩件事你們miss了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有兩件事你們miss了 想都沒有想到 有沒有人可以想到啊 tax loan 是啊 tax loan credit card都可以啊 credit card loan credit card loan 可以嗎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嗯哼 ok 那我 我開了 我想有些事你們想不到的 ok 那 tax loan有人說 香港啦 因為香港是unique的 有tax loan personal loan啦 有些 有個投資者 在這個facebook live 都有用到 我知道 我不說他是誰 已經是變成一個 接下來一個smart investor 很快會收樓 credit card loan credit card loan credit card loan 我都提了 跟著呢 因為credit card loan 是我第一次買property 我是用的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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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dit card loan 你有些 呃 不是 不是credit card loan 有些呢 是叫做 呃 你可以跟credit card呢 呃 有個service charger Raymond 3個percent 4個percent 跟著呢 年半兩年 可能兩年呢 都不用給利息的 跟著兩年後呢 才要給利息的 我是說這類型的credit card loan 就不是那種 二十幾個percent 那些 絕對我不是 不是鼓勵那種 那種是大二loan 是啦 還有大二loan 那些 我不recommend的 ok 那 喂 喂 跟爸爸媽媽借錢呢 啊 親朋戚友呢 可不可以啊 這類型的personal loan 都是personal loan 不是真的personal 他要認識你咯 那可能他給你認識你的 我都 你親朋戚友 他信得過你的 那你可能借 那你給他一個利息 是不是 都可以借的 這件事可以談咯 可以高可以低咯 一些terms可以很flexible 不是好像銀行那樣咯 為什麼我們不想有這些loan呢 可能你幫你的 幫你的親戚的咯 他可能有錢在銀行 跟著呢 因為利息很低 其實是 那個inflation 高過的利息 你都 就是你上次都聽我講了 inflation 高過 那你save or lose us 他又不想直接投資 因為他不想 哎 property 不是適合那個人 有些人覺得 哇很複雜 那些東西太風險 太risky 他寧願借給你 他寧願借給你 自己都不會去拿個錢去買 所以其實香港呢 應該很多人呢 那個戶口呢 是有錢的 親朋戚友 很多錢 不過呢 就坐在那裡 沒有用 OK 沒有用到 那 跟著呢 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叫Joint Venture Joint Venture 那個意思呢 就是JV 我們或者short term 叫JV 跟別人合起來 就是你一個人不夠 你就可能加上你的Friend 加上家人 三個人籌一個款 一起去買一個物業 這件事大家都沒有提到 是不是 這件事 我都有的 我都有JV的 就是我是 因為我是一個smart investor 有需要 我就要JV 跟別人 是不是 就是跟別人分享一下 就是不要這麼毒食 就是 喂 介紹些筍東西 不如 我不夠錢 不如一起 一起夾錢 一人fifty-fifty OK 就是最 最 common的Joint Venture 就是fifty-fifty 是不是 but up to你們 跟著呢 這種呢 就是mortgage 這個是specialized 的 bank loan for my property 那我今天就是講 mortgage focus on mortgage ok 那 要focus on mortgage 我有些 有些terms要搞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每個人的level 去到哪裏 所以我就當每個人都不understand 那些東西 那由ABC這樣教起 好嗎 那如果你們覺得我慢的 你叫我move on都可以的 那第一個concept呢 借mortgage呢 就有兩種的 ok 那這個distinction很重要 一個叫residential 就是買來自住 跟著在這裏呢 就有一個叫做 buy to let btl stand for buy to let 那這個呢 就借來做投資的 那間屋呢 不是給自己住的 那為什麼這兩樣東西呢 有distinction呢 那麼重要呢 就是 因為有幾樣東西 interest rate呢 大家是不同的 residential呢 是會低過 低過 buy to let 在銀行的眼光來講呢 他認為啊 你借錢 就是你拿個mortgage去做投資呢 那個風險呢 對銀行來講 是高一些的 所以呢 他會收 就是他會收高一些的利息 那 那所以呢 這個distinction很重要的喔 ok ok so far ok ok 好不ok 我可以go on so far好不ok ok 那呢 buy to let 就是那個residential 和buy to let呢 還有最大的分別 我跟很多投資者談 他們不明白mortgage 就說 John啊 我不 不借mortgage 因為為什麼 我會問他為什麼 因為銀行 隨時都可以call back the loan call back the loan 是不是 那residential呢 就不可以call back the loan 的 如果你一路供呢 一路供著呢 可以 怎麼說呢 他不可以逼你 給他那個capital 那buy to let呢 就可以的 那個銀行呢 你供的也好 譬如你供200磅 一個月 那你收租是收500磅的 那你每一個月呢 都供得到那個利息 給他呢 他都可以call back the loan 因為那個terms不同的 ok 然後還有一個difference 就是affordability criteria 他借不借給你呢 他assess借不借給你 都不同的 buy to let 和residential 在residential呢 就 他那個residential呢 他就看你的人工的 在buy to let呢 就看你的租金的 就是focus是看你的租金 可不可以供得到 ok 所以是兩個不同的 還有一件事 我忘記說 residential呢 那個deposit 是少一些的 buy to let是高一些的 我知道大部分人呢 在聽這個facebook live呢 都是香港人 那可能residential 不apply的 那呢 只是buy to let 我也知道有本地的投資者 所以呢 我要講 就是為什麼 可能你在香港 為什麼講這些residential 我也不會 那有些人呢 好像又說 都不知道是不是開玩笑 還是不是開玩笑 就說我都打算來英國住 那如果你來英國住 你當然是買residential 那這些東西就會apply ok 那ok 那我move on 那tracker vs fixed rate 我要speed up少少 那tracker呢 就是說呢 就是香港都有 它跟那個 它好像p加多少這樣 ok p就可能bank rate 譬如現在很低啦 跟著加一個percentage 那那個p加了呢 它就一直這樣增加 那有lifetime tracker的嘛 versus fixed rate fixed rate就定了 可能三年 五年 十年 even都有的 那越定越久呢 那個fixed rate就越貴咯 因為對銀行的風險 越大嘛 有機會 你定十年 可能定 五個percent 這樣才算 那可能去到 第八年 九年 可能到時的利息 是去到十個percent 那個銀行都要honor 都要honor你那五個percent 所以呢 就fixed 越久呢 就越貴的 那在英 我香港我不知道啦 在這裏來講呢 兩年fixed 就很普遍的 五年fixed 都很普遍的 兩年和五年是很普遍的 十年呢 那 Angus 我回答你那個問題 ok 就是你什麼scenario 可以call back loan 那個銀行 那如果你是說buy to net呢 那個銀行什麼時候都可以call back loan的 如果好像上次2008、2009年那樣 他要拿回些錢來救他自己的火 他自己都不夠錢 他就可以call back loan 那你供得到都好 就是他正常經濟呢 正常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他當然是想你繼續供啦 因為他都是賺利息的 但是如果他急需要銀行急需要錢呢 他就可以call back loan 他就可以call back loan 或者他覺得呢 或者他覺得那個樓市會跌了 那他會怕 那好像 那個equity很少在這間房子 他想現在call back loan 他不想你跌下去negative equity 明不明白解 就是negative equity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這間房子是值得100的 OK 值得100的 你借80的 你借80的 你自己才放20的 那銀行認為那個樓市不好 覺得會跌 那他就怕拿不回來 因為如果可能樓市跌了 跌到你那間房子100千的 變成了現在是70千的 那銀行到時候call back loan 他銀行就虧了10千給你 是不是 所以他就可能早點call back你的 loan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我們控制不了的 銀行有權的 如果你有借貸的 他的terms and conditions 是有說的 他可以隨時 正常的環境他不會 或者你的margin很高 他就不會 OK 那有一個concept叫loan to value loan to value 就等於gearing 這個number越大 你自己的銀子在裡面 是越少 LTV loan to value OK 100千的東西 OK 你自己才放20的 銀行放80的 那LTV 就是80% OK 一般來說80%是很高的 現在收窄了 在英國來說 可能是70% 如果你是外國投資者 甚至可能是60% 借60% 或者可能借到50% 或者55% 因為他 你越高 就是覺得你的風險高 他就給你少 是吧 就是那個loan to value 對他來說 是風險來的 那要借錢呢 銀行除了收利息呢 他都要收一個 叫做arrangement fee 如果你有個broker 有個broker 有個broker 跟你做過 中間人跟你arrange 有個叫booking fee 總之是有些費用 你的錢呢 before你拿到他 還要交些錢的 手續費 那些paperwork 是吧 銀行不會死錯人的 他有收利利息 跟著做那個paperwork 也是你給錢的 所有東西都是你給錢的 你要借別人的錢 那呢 剛才都 好像Angus 你都有touch過 就是capital repayment versus interest only 那呢 那個 那residential呢 就基本上 沒有interest only的了 ok buy to let 我現在說的是buy to let 什麼為止 就是interest only 就是你每一個月 只供個息 capital repayment 就每一個月你那個銀碼呢 就有一部分息 有一部分capital 就是那個original principle 那就是reducing balance 變成越供越久 譬如你是30年的term 你年到 就是差不多 開頭那些全部供是利息 因為你的銀碼是一樣的 全部供利息 跟著之後呢 就大部分供principle 就好了 那這個是 有些人覺得是安全一點 有些人覺得interest only 是安全一點 這些東西呢 是完全up to你的 我之前都說 interpret了那個risk 那樣東西呢 大家看法是不同的 是吧 所以我不會在這裏再說了 ok 跟著還有一個key的definition 就是 讓我和你們說 就是equity OK equity呢 是 大家有沒有聽過equity呀 有沒有人知道 是代表什麼equity OK 那equity呢 就是 那個difference between你借貸 你的借貸 你的借貸 和那個 你欠銀行多少錢 OK 假設你 那間property值得100 OK 值得100 那你 你欠銀行 60 那equity就是40 OK 那你可能開頭是用20個deposit的 就是 不要和那個deposit搞亂了 你可能開頭買的那間屋呢 是80千的 那你落了可能20個percent deposit 後來呢 它升了 它升到100千的 那你的equity呢 就增長了 是吧 由20變了40 OK 所以不是一定 equity呢 不要confuse with deposit ok 那 so far so good 是不是 大家 so far so good 我可不可以carry on 這裏呢 這幾個concept呢 這六個concept呢 這六七個concept呢 有沒有問題呀 有沒有人不清楚呀 before I move on 那 我接下來呢 要有個 有些work example的 那你可能會更清楚 很快呀 下一個就有些work example OK Michelle你什麼意思呀 yes please 什麼叫yes please呀 yes什麼呀 就是 move on 是不是呀 OK OK 那 before我給個work example 給那些example你們看呢 我呢 就有個最後的definition OK 真的 bear with me 我知道好像很悶 那樣 你們要明白 你們 你們 你信我 我講完 你們要重複重複 然後再問一些同的問題 因為get不到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capital OK 我給你們看一下 等你們消化一下 那個term 這個term呢 不只是apply 在物業的 物業的 物業投資的 可以apply 在stock 可以apply 在 就是別的 東西 可能你買 有些人買金 買銀 買鑽石 就是你們認為是投資 那stock是最普遍的 每個人都明白stock 那這個 這個是一個key concept 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呢 就是說 你的錢呢 投資得很profitable 那個key word 是profitable OK 這個是那個key word OK 如果你有一個投資 那有 就是有時候呢 你不是有時候 哎呀好不要投資 這件事呢 還是這件事呢 你就要有些方法去compare 那你compare這件事呢 你就知道 哦原來 這個return是高一點的 這個return是沒有那麼高的 based on某些assumption 你可能就選擇咯 就不要去用一種投資 哎呀我為什麼買這間 因為那個廁所大啊 或者那裡呢 泰國呢 我喜歡那個天氣咯 這些都不是 不是professional 不是smart investing來的 這些 是不是 so 那呢 這個 這件事是怎樣計呢 就是 你可以收到多少收入 OK 那個回報有多少 有多少錢收入 然後呢 就 你要拿出多少錢 OK cost of investment OK 那 有三個example 其實 這些三個example 那都是買同一間物業的 用三個方法去買 一個是cash去買 一個呢 就用mortgage去買 那個mortgage是capital repayment的 跟著第三個example呢 同一間屋 就用mortgage去買 不過interest only的 OK 所以有三個 就是同一個example 用三個方法去買 OK 那 這個是用cash的 OK 那 你assume 那間屋 就是round number 容易些 100千 100k 你們做我的投資者 我沒有要求過你們買100k 但是我們 例如用100k 先 ok 100k就是100千 10萬 whatever 那這個property呢 我們呢 還有別的cost 你去買這個property呢 有1000磅的律師 legals 就是律師 當有9千磅的裝修 當沒有我的費用 那些 OK simplify它 總之這個key concept 就是說 有10k的cost 去買這個 去acquire這個物業 你要用10k 加上你的purchase price 你全部 是不是 那 變成你的total cost 不是 你total呢 用了110k 那你每個月呢 我們又用round number 你可以拿1000磅的租金 好嗎 拿1000磅的租金 realistic 1000磅的租金 跟著呢 一年後 一年後呢 那個roi是什麼呢 就是 你收了12個月 當沒有急 那個租金 那個屋沒有急過 租了12個月 你就收12k 跟著呢 你會 有expenses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些管理費啊 我的費用啊 那些之類之類 當是 200k per month 那就2.4k 是不是 so far 2.4k 那 annual return呢 9.6k 就是這個 minus 這個 就等於這個 是不是 so far so good 那你的roi 是net income 這個就是你的net income 9.6k 除了 你用了這麼多錢 那就等於8.7% ok 那這個 這個投資 ok 如果你收到8.7% 是不是 even 扣了我的費用 那些呢 你都 覺得投得過 是不是 可不可以這麼說 是不是 那我們 我們呢 我們用回同一個example 那麼 我們呢 同一個property 不如用capital repayment mortgage 那麼 那 LTV是80% 大家明白什麼叫LTV 是不是 就是說 銀行出八成 你出兩成 4% capital repayment ok 4% 的利息 公三十年 ok 公三十年 公三十年 那這個價錢是100k 沒有改變過 不過呢 因為我們有借貸 有additional的cost ok 11.5k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之前的cost 裝修你都要給 律師你都要給 你還要額外呢 給那個arrangement fee 就是銀行 再可能給多1.5k 跟著呢 你spend呢 你的total spend呢 就是你 deposit是20k 嘛 跟著你加多11.5k 就是31.5k 了 so far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嘛 那麼呢 那個 這個 我不在這裏計算 其實有很多online calculator 的 那我計算了 這個就是 要service 這個借貸 這80k on 4% 那就要 給381磅 93 差不多382磅 ok 那你一年的mortgage 就4500大約 ok 因為乘12個月 ok 那你個month的cash flow 你的租金是一樣的 是不是 你的租金是1000磅 跟著要減你 就是你那些expenses ok 那你那家屋的expense 跟著減那個mortgage的expense 你每一個月呢 代落袋呢 是只有418磅而已 ok 小了錢的 是不是 小 就是每一個月呢 你是收小一點的 那 一年後呢 我們呢 其實呢 你一年後呢 會收了 那麼多錢的租金 大約5000磅 鬆一點啦 租金 那麼呢 我們又計算ROI 記得這個formula 但是你這次呢 其實是用了 31.5k而已 是不是 是吧 因為呢 你 31.5k 因為 你是拿個deposit 加上裝修費 加上銀行的arrangement fee 加上律師費 全部都是31.5k 對嗎 OK 那你是用 這樣呢 你看不看到你的ROI 是高一點啊 大家看到嘛 是不是 那最後呢 如果我們用一個interest only的mortgage呢 會怎樣呢 就是 用回同一個example 80% 80%LTV 4%利息 30年的term OK 那 又是一樣啦 那間屋 100千 那 那個cost是一樣啦 因為你要借錢嘛 那 所以你的total spend是一樣的 因為你只要交利息 你的interest就比較低 所以 你的payment就比較低 之前的capital repayment 差不多成400磅 這個是266 而已 那 你的mortgage payment 一年呢 就要 乘12 這個number 乘12 是不是 那 就變了 你的 每一個月呢 你的租金是1000磅 減了 你的expenses 減了你的利息 你就得回那麼多 你得那麼多 which is 高於capital repayment 是不是 高於capital repayment 一年後呢 我們計算一年後了 你就 有那麼多 差不多6400磅 那個cash flow 那 用回同一個formula 你這個呢 那個RO line 是20.3的 應該 是的 20.3的 sorry 20.3 看到 高於之前 那 我全部拼了 一個table 給你們看 OK 一個table OK 這裏有沒有問題 這裏有沒有問題 在這裏 stop stop 我先回一回氣 啊 回一回氣 有沒有問題 這裏有沒有問題 給我一些 indication 是不是每個人都睡了 睡了 不是睡了 是嗎 那裏 是嗎 你還在錄製嗎 是嗎 我還在錄製嗎 他還在錄製嗎 你還在錄製嗎 如果是這樣,no problem 每個人都很厲害 那我就再講下一個slide 差不多完了,不用怕 接著就open to Q&A 其他事情要想 就是越短的term就越高 就是每一個月要供款 就是那個term 我剛才用30年的example 如果term就只有20年銀行 就是覺得你老了,你老家伙來的 我不想借這麼久給你了 那我借短一點的 那你就要 每一個月的供款就要多一點 那你如果你的deposit 你是一個很smart的 很高leverage的investor 你可能那個deposit都要借的 都要借的 你慢到盡的 那你那個cost base就貴一些 大家都看到 那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這樣做 你有沒有enough margin ok? 如果不然 你到時就倒鐵給你借的錢 你的回報這麼少 然後你借人家的錢這麼貴 所以這裡要有margin才可以 是嗎? 那個ROI 我剛才說的ROI那個計法 其實它沒有consider capital appreciation 你買了一家物業 那個物業會升價的 升價錢的 你不只是賺個cash flow 你是賺了那家物業升值的 是不是? 好像我爸爸說 他那時候剛剛來 差不多40年了 買了一家物業值得5000多磅 現在同一家物業升到250千了 那你想一下 那個是不是capital appreciation 那有些人投資在倫敦 那些 或者投資在大陸 其實就想賺個capital appreciation 那ROI就沒有factor in 這個capital appreciation 是純粹是cash flow ok? 那你都知道 甚至我這些cash flow的物業 都會升值的 都會升值 你兩邊都有的 你每個月又在賺 跟著那個property long term 就是Angus說得對 long term 就會升值的 ok? Should ROI be more than right? ok 那如果有得refinance 才count 如果你那個錢 你拿不出來 你就越來越 就是那個 如果拿得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放下去那個ROI 那個calculation 是不是? 那其實ROI呢 我一會兒會說 Angus ROI 是不是net yield 我會解釋給你聽 不是 不是net yield 不是net yield 那麼簡單 ok 那 或者我聽完你會明白的了 那其實呢 那個ROI 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呢 就是說那個錢 你幾時回來 ok 那如果那個ROI呢 我們是說20.3% 那個最最後的example呢 就是說大約五年呢 你就會拿回來 你的錢回來 跟著之後呢 After that point It's a free investment 你沒有錢在裡面的了 它繼續hold呢 就會繼續幫你賺錢的了 所以你們都可能跟我談過 我也有跟你們講過 那個concept叫做 我很喜歡買免費屋的 是不是? 這些就是免費屋 怎麼會不是免費呢? 你出了那個錢 是不是? 跟著呢 那間屋呢 給你回報 跟著你五年後 拿回 就是拿回你original 放那個capital 跟著它每一個月 after五年呢 就是在這個example呢 你有收入 那不是 那不是叫免費屋 那是叫什麼? ok 所以為什麼越高的ROI 就越好 越快那些錢回來 你的ROI越低 你的錢呢 就越久才拿回 那我們做投資者呢 我不是說說leverage的嗎 那個leverage呢 就是用越少的力 做越多的東西 是不是? 我們去sweat sweat the money sweat the capital 就是令那個capital做很多exercise 舉很多 就是舉重的嘛 是不是? ok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明不明白 Angus 回答你 ROI是等於yield 如果 如果沒有借貸 ok 那個formula 如果是cash的 如果是cash呢 就ROI等於net yield 等於net yield 如果是cash 因為net yield呢 是不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借貸的 ok but是很related的 這兩個concept ok 那 那 這樣有沒有問題呀? 很快 很快完的了 差不多 我可以做Q&A的了 so far so far 可以嗎? 我要教你們 Smart Investing ok 那些呢 good debt vs bad debt 你可不可以看到呀? 你看到什麼叫good debt good debt呢 就越多dead呢 就令到你越負的 good debt 就好像剛才那些good debt 如果我 好像剛才有20%ROI 我都不介意借5%的錢 因為我的margin都有15% 是吧? 是吧? 這些就是好債 我想你們都有聽過這個concept 叫good debt 是吧? 你們看得到那個concept 現在知道什麼叫good debt 有些人就覺得借貸就是不好的了 有好借貸 有不好借貸 就好像食物那樣 你們都知道我在減肥 有好的食物 有不好的食物 有些食物呢 令你是病的 有些食物呢 你吃得多 越吃越健康的 喂 大家看不看到我真的健康了? fit了 有些精神 哈哈 ok 那 那 這個 希望你們看到 那 smart investor 記得 我們smart investor 你要明白margin margin margin越高 越好 因為那個safety 如果你的回報 你的ROI 是只有10%的 你借別人的錢 你借別人的錢的 可能是8%的 margin就是2% 但是2%肯定是沒有那麼安全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15%肯定是安全一點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呢 如果你達不到那個10%的回報 你可能得7%的回報 你就還要自己去貼錢 是不是 那 smart investor 又要明白 什麼叫做leverage 你不要leverage 你leverage得太厲害 ok 太厲害 所以 你的風險太大 就是你用太少錢 跟著你那個利息供得越多 那你就可能 其實這些東西是related的 這三樣東西 風險 就是你怎麼manage你的margin 和manage你的leverage 你就可以控制到你的risk ok so far so good ok 那又說回我的師傅 你知道我有師傅的 我做投資 ok 那這件事是他講的 ok 那他講的就說 margin of safety ok 你們都明白我經常說 公要贏 紙不會輸的 我們做投資 千萬不要輸的本 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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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輸的本 那本就等於好像我的子女那樣 你們都聽過我講 怎麼會 你不見了子女怎麼搞 所以呢 不要貪 你要明白了那些 那些factor 你就會明白那個risk 那你就有個enough margin of safety 控制一些你可以控制的東西 跟著不可以控制的東西呢 你有個margin of safety make make sense 好make sense 是不是 但很多人很多人呢 不夠清晰的 想這件事 那就可能有個人 有個agent來 這裏泰國有個deal 或者倫敦有個deal 或者曼城有個deal 跟著呢 你就開始不清晰了 就想了一些 其他東西了 就是 哎呀這裏有幾 站近 做一些factor 哎呀這裏都幾近地的跌站 跟著又看一些graph 會怎樣升值 又 接下來有Hs2 就consider了這些factor 其實就不要想那些東西 最後最後呢 是一個number遊戲來的而已 OK 你想減低你的風險 增加你的margin of safety 那你越了解那個物業 越了解那個城市 越了解你那個客 或者那個貨 你就越增加你的margin of safety 所以呢 所以呢 又高回 又去回呢 我就說不要diversify 要specialize 是不是啊 make不make sense 其實大家make sense 是不是 那如果 如果大家make sense 呢 我就問你最後一個問題了 好 跟著就 接著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